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1号图访乌克兰后 22号在波兰进行了正式的访问 与波兰总统杜达以及总理穆拉维茨奇会面 除了日本和波兰的双边合作关系 双方还讨论了乌克兰、北韩以及东亚局势等议题 并强调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容许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 北韩国内的总统和党群的支援和党群的党主理 在我们眼前发起了新的保护性和保护性 暗田这次访问乌克兰正好对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出访俄罗斯的时机 两大阵营互相校正的意味浓厚 波兰总理在记者会中也对习近平访俄提出警告 在先前访问基辅时 岸田文雄和泽伦斯基决定将两国的关系提升为特别全球伙伴关系 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双方会后的联合声明中 两人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示严重关切 反对以武力或胁迫片面改变现状的意图 另外两人也重申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并指出这对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繁荣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针对岸田文雄和泽伦斯基的声明 中华民国外交部23号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 并再次重申台湾支持乌克兰捍卫自由民主主权独立 以及领土完整的坚定立场 并呼吁俄国立即停止对乌克兰的非法侵略 希望各方在国际法的架构下 透过和平理性的对话促成停战 新唐人亚太电视 廖洁明 李一红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一红综合报道